三角形的面积应该如何计算呢? 我们先来计算直角三角形的面积。 假设有一个这样的直角三角形,A,B,C,怎么计算出它的面积呢? 我们先试着在它的外面再画一个一模一样的三角形,就像这样。 看起来这两个三角形拼成了一个长方形,我们把复制的三角形的直角的这个顶点叫做点D。 不过现在只是看上去像,那么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长方形呢?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验证一下。 假设原来三角形的顶点C形成的角BCA的度数是X。 因为三角形ABC是一个直角三角形,角B是90度, 又因为三角形三个内角的和是180度, 所以角CAB就是90-X度。 而我们复制出来的这个三角形,相对应的角的度数是没有发生变化的。 当我们把三角形翻转过来以后, 地点所在的角是90度, 角DAC就相当于原来三角形的角度X。 角DCA相当于原来三角形的角CAB, 也就是90-X度。 角BCD的度数等于这两个角加在一起的度数。 在这里很容易计算出来, 角BAD也等于90度。 因此,我们可以确认这两个三角形拼在一起, 确实形成了一个四个角都是直角的长方形。 而直角三角形ABC的面积, 就是这个长方形ABCD面积的一半。 我们很熟悉如何计算长方形的面积。 长方形的面积是长乘以宽, 也就是长方形ABCD的底部的边BC乘以竖直的边AB。 于是直角三角形ABC的面积就是二分之一乘以BC乘以AB。 BC在三角形里面相当于三角形的底, AB是三角形的高。 所以总的来说, 如果直角三角形的一条直角边是B, 看作是底的话, 那么另一条直角边是H, 看作是高。 那么直角三角形的面积就是二分之一BH, 也就是二分之一乘以底再乘以高。 这个公式是针对直角三角形的, 那么如果不是直角三角形, 而是一个任意的三角形, 它的面积又该怎么求呢? 现在我们来画一个任意的锐角三角形, ABC。 算算它的面积是多少? 先从B点出发, 画出一条AC边上的垂直线BD。 这时这个锐角三角形就被我们分割成了两个小的直角三角形。 如果我们能求出两个直角三角形面积分别是多少, 那么原来的大锐角三角形的面积就是它们面积的和。 我们先把这个表达式写下来。 三角形ABC的面积等于直角三角形ABD的面积, 加上直角三角形BCD的面积。 在前面我们已经推导出了直角三角形的面积等于二分之一, 底层以底层高。 于是这个锐角三角形ABC的面积就等于二分之一乘以底AD, 再乘以高BD, 加上二分之一乘以DC, 再乘以高BD。 根据分配率把二分之一和BD提出来, 就得到二分之一BD乘以括号AD加上DC的和。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AD的长度加DC的长度正好是大锐角三角形的底边AC。 于是锐角三角形ABC的面积就等于二分之一BD乘以AC, 依旧是二分之一底乘以高。 最后我们再一起来看顿角三角形。 还是先画出一个顿角三角形, 其中角C为顿角。 那么它的面积又应该如何求呢? 先从点B出发, 画出一条AC边上的垂直线BD。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, 因为这是一个顿角三角形, 因此点D并不是在线段AC上, 而是在AC的延长线上。 因此BD这条垂直线也就自然处于三角形的外面。 做出了这条垂直线之后, 我们发现又出现了两个直角三角形。 一个是直角三角形ABD, 一个是直角三角形CBD。 而我们需要求的顿角三角形ABC的面积, 恰好是直角三角形ABD的面积, 减去直角三角形CBD的面积。 这里我们还是要把表达事先写出来。 三角形ABC的面积等于直角三角形ABD的面积, 减去直角三角形CBD的面积。 还是利用最先开始推导出的直角三角形的面积公式, 二分之一抵乘高。 于是这个式子就可以写成 二分之一乘以底AD再乘以高BD。 减去二分之一乘以底CD再乘以高BD。 根据分配率提出二分之一和BD, 就可以得到二分之一乘以BD, 乘以括号AD和CD的差。 从图中看到, AD的长度减CD的长度, 重好等于顿角三角形的底边AC。 于是顿角三角形ABC的面积就等于二分之一乘以BD, 乘以AC, 依旧是二分之一乘以底再乘以高。 综上所述, 不论这个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, 还是锐角三角形, 或者是顿角三角形, 它的面积公式都是二分之一乘以底再乘以高。